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一部分 商业模式从定义到表达的范式 先要跟大家说一点 我们有三种不同的生意形态 第一种可能大家接触的最多 叫单一业务 也就是一个企业就干一件事 我举个例子来讲 太二酸菜鱼 它就是做餐饮 甚至它的产品也比较集中 还没有做别的事情 二多业务的生意 譬如说麦当劳 它第一个生意 它是开美式快餐厅 第二个它是有房地产板块 所以它会投资 在一个麦当劳餐厅里 通过了这个地块 多少年的经济的成长 让它做到土地增值 它再把这块地卖出去 还有叫做生态型多业务的生意 像万达广场 它会先开一个商场 商场旁边 它是不是会开写字楼 后面有住宅 之后最好有一个游乐场 可能还会有五星级酒店 全部混在一起 是不是就变成一个 好几个业务互相支撑起来的 一个生态型的多业务生意 我们今天的这门课是聚焦在构建单一业务生意的框架上面 太复杂的生意 我们最好能够把它收缩成为一个单一的生意去分析它 所以当你一个生意的背后有好几种不同的业务在围绕着它共同支撑一个生意的时候 我们希望你去分析的时候能够用我们的框架去把每一个单一的业务一一的来分析 对你来讲是比较能起到抽丝剥茧的作用的 那么我们先来说构建生意有三个层次 对应着商业模式也有三个层次的 一你有一个朦朦胧胧的一个生意的方向 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朦胧的商机 但是当你不断的去探究的时候 在商业模式当中最后成型我们叫业务定位 也就是一股客群跟一个变现内容 它之间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 第二层就是要去思考 这个商机它是不是有一个业务的结构 跑通这个商机需要做很多事情 抽象的在商业模式当中 我们叫业务系统 通过各种业务系统当中的业务活动 去跑通这个市 在构建生意的第三个层次当中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次 就是要邀请很多带着资源能力的人 主体来加入这个生意 大家一起拼搏 组成了商业共生体 那么在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讲 我们叫它交易系统 通过交易的分配去绑定每一个人 我们把生意的全景图像 抽象的比喻为被拆解的三层芯片的电路板 第一层叫业务定位 第二层叫业务系统 第三层叫交易系统 可是呢 一般你看到一个芯片 直白的看下去 你可能只看到第一层的表面 你只看到了业务的定位 你并没有看得到 它的业务定位下面 它可能有业务系统跟交易系统 但是最后生意芯片 最终它是三层粘合在一起 作为一体的运营 少了任何一层 它都是没有办法运营的 我们现在来谈 操盘手看商业 它需要几个工具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工具 叫熊掌图 这个世界企业都是要面对客户的 企业面对客户 跑不了营销业务环 跟销售业务环 营销它包含着商品策划 包含着推广跟品牌建设 销售业务环包含着渠道建设 最后跟客户之间的销售转化 它们的背后是技术业务环 供应链业务环 资本跟金融业务环 甚至是政府业务环 共同去支撑的 所以我们把前面的两个业务环 看成前台 后面的四个支撑业务环 看成后台 就画出了这个熊掌图 熊的掌当中有两股肌肉 分别就是我们的营销业务环 跟销售业务环 四个手指头 分别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四种后台支撑业务环 那么熊掌到底起到什么 关键的作用呢 它帮助我们把一个抽象的生意业务 变成六个支持业务环 每个支持业务环内 它都是有工作流的 就是我们给熊掌盖一个章 这个章叫企业的边界框 每一个操盘手 他都要仔细的去思考 在这个框内 哪一些角色 最好是由我们自己公司来承担的 哪一些角色在框外面 要找合作的伙伴来做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企业的边界框 这个边界框做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看得到 不同的核心经营者 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还有他的生意的本质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他做的生意 是前台重的生意 也就是前台里 大部分的业务的角色 都是由自己公司来承担的 举个例子来讲 电商平台这样的生意 大部分前台都很重 后台呢 是不是像富士康 这种制造业的后台生意 就做的比较重 也有非常重的生意 大部分的业务角色 都是由公司自己来承担的 譬如特斯拉 或者是华为 也有极轻的生意 这个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由别人来承担的 很多科技驱动的公司 就能做到这个样子 操盘手看商业的第二个工具 就是我们把商业模式的 三层解构图加上熊掌图 结合在一起 它就能够帮助大家看得到 一个单一业务的全局描绘 第一层就是目标客群 跟变现内容之间的关系 第二层呢 有六个业务环 之后在六个业务环当中 开始去思考核心经营者是谁 核心团队是谁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在这个里面 放角色跟业务活动 同时要看得到 企业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什么是自己做的 什么是别人做的 第三层交易系统里面 我们开始要为角色配置主体 就是找到对的人 来扮演这个角色 有的时候会高配 有的时候太低配 都是不好的 最好能够找到适配的角色 太高配太贵太低配 可能没办法帮助我们支撑 有效率的运营 主体之间 它的交易活动 形成了一定的资金流向 然后呢 各主体之间 它要签订各式各样的合同 使得大家捆绑在一起 变成不可分割的商业共生体 这是我们用单一业务 全局的描述 于是就形成了这一张图 商业模式三层解构图 它的关键作用 就是建立大家 对商业模式的全局观 这里面最上面的业务定位 是最重要的 因为一个公司的业务定位 一改变 它一定会改变 它的业务系统跟交易系统 同时 这三层框架之间 彼此是上下联通 层级联动的一种关系 我举个例子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譬如说 过去有一家很有名的 四川的企业 它最早的业务定位 是从事与猪肉行业 它其实是卖原物料的企业 那你可不可以去想象得到 整个的屠宰包装运送的过程当中 它的工作流 还有它可能会有哪一类的合作伙伴 但是当有一天 它向下游移动 开始做树洞水饺的金加工 这种我们讲的半成品的生意里面 它的工作流 跟它的所有的合作伙伴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一听就很明白 当一个业务定位改变的时候 业务系统跟交易系统 它会层层联动 上下联通的一起改变 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是不是有很多企业 它的业务定位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业务系统 跟交易系统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举美庄企业里面 比较知名的两家企业 右手边完美日记 左手边苏州的uni club 它们的目标客群 都是为年轻的女性群体 提供彩妆 乃至于部分的护肤产品 它们的业务定位是相同的 但是它的业务系统 因为创始人 它的资源能力不同 因为它经营理念不一样 你会发现完美日记 它的业务系统当中 它聚焦在传统的 阿里的主站当中去经营电商 同时结合了像李佳琪 这样子的头部的顶流达波 去帮助它 这是它最重要的两个渠道的工作流 可是对比uni club 它聚焦在跟线上非常多的 达人店网红店跨境店做合作 它让非常多的这类的线上的店 作为它的渠道 尤其是在这些店主 自己基于微信朋友圈当中 建群去做私域的推广 跟私域的销售 所以一比较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 这两个公司 它的业务定位是相同的 但是它的业务系统的工作流 是完全不一样的 工作流不同 表示它的角色跟业务活动不同 它要找来的合作伙伴的属性 也是不一样 所以最后在交易系统的商业共生体当中 它的合作方式不一样 它的交易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来谈 描绘单一业务的终极工具 叫生意蓝图 生意蓝图它就是商业模式图 也就是商业模式表达的范式 生意蓝图去帮助你设计生意 帮助你描绘生意 把缠绕在一团的各种要素 把它高度的结构化的整理成为一个表达范式 它是从三层芯片开始的 第一层业务定位 就是我们要特别说的目标客群跟性感商品之间的匹配关系 第二层业务系统 第三层交易系统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 在第二层的业务系统跟第三层的交易系统当中 我们导入了一个操盘手的工具 叫熊掌图 去帮助我们拆解六个支持业务环 每个业务环当中 它都是有它的工作流 每个业务环当中 也有它的交易结构所组成的利流 那最右边是什么 是我们高度的抽离出经营的九项最基础的结构要素 它包含了在业务定位的第一层当中 最重要的业务定位 跟次重要的变现内容 它包含了在第二层业务系统当中 业态 也就是业务结构形态 分工的方式 什么自己做 什么别人做 角色需要带来的资源跟能力的要求 最后业务结构 也就是把很多不同的业务活动 组合在一起 每一个公司 它组合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第三层的交易系统当中 第一个叫主体的量级 同样的一个角色 你给它配置比较高的主体 它的效率会比较高 譬如说你要把你做的产品推到市场上 要找渠道 渠道里面有非常有效率 有实力的渠道上 也有那些比较小的这个实力 跟它的效率不是很高的渠道上 如果你能找到这个实力强的 在渠道当中分销的效率就会比较高 再来交易方式跟交易结构 交易的方式 人跟人有各式各样的交易方式 譬如说 有的人喜欢卖产品 以货亿钱 有些人把产品组合成为一种服务 譬如说 卖车 我可以卖一台车给你 那么有的时候我不卖给你 我租给你 这就是交易的方式的不一样 那交易的结构是什么 是交易利益相关者之间 交易逻辑跟它的利益分配方式 最后它是分配跟盈利的方式 在一个交易系统的商业共生体当中 一个核心经营者 他会努力的去观察主要的合作方 他是不是盈利了 如果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合作方 在商业共生体当中始终不盈利 那最后就容易造成这些人离开共生体 那么我们就不成局 在商业当中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就破局了 所以呢 我们要高度的维系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的分配的合理性 更好的激励这些合作方 它的积极性更高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生意蓝图 我们把生意蓝图高度的拆解了之后 如果说生意蓝图就是商业模式图 它是一个单一业务的商业模式图 它是由一三层结构图 二它是由一个熊掌图 再加上三它是由六个支持业务环 再加上四它是由九个精灵结构要素 共同所组成的 所以以后你在描述跟表达 你自己的商业模式的时候 我提出了一个生意密码 叫3169 也希望跟大家再复习一次 三就是把一个生意高度抽象成为三层的框架 一就是要放进一个熊掌图 在第二层跟第三层 六就是每个熊掌图 它是有六个支持业务环 九就是在最右手边 你会发现我们把三层结构图 把它解构出来之后 它有九个我们叫经营最基础的经营结构要素 这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单一业务商业模式的终极表达范式 那么我们用生意密码来解构未来汽车 未来汽车是个时代的企业 它是新人员车 你们发现它的经营方式 从一开始创立就跟别人不一样 一就是在第一层的业务定位上 未来汽车它是用户企业 它围绕着用户设计 最开始的时候它的车子卖价比较高 也比较高端 所以它的目标客群是属于高净值人群 我说的是最早的时候 变现内容就是高端的智能电动汽车 另外一个变现内容 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它有各式各样的围绕在新人员汽车旁边的生活方式的服务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层 我们谈到了业务定位 也谈到了变现的内容 在第二层的业务系统当中 它有什么不一样 是不是前台 它的业态不一样了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九项经营结构要素的第一项 它在购物中心开直营店 它的销售业务形态 跟以前是不同的 还有 它用D2C的用户运营 让用户去介绍用户 通过很多的车主 去社交裂变 去卖车 它为用户建立了三个留存场所 叫做社区 虚拟的也有 实体的也有 这虚拟的社区里面 有线上的APP 大家平常用手机的时候 可以互动 有线下的未来中心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 不能用手机 你可以通过 未来的radio 跟大家来互动 它建立了三种用户组织 跟多种用户社群 这里面包括了第一种 用户自发的组织 包括了兴趣社群 区域社群 跟行业社群 兴趣社群里面 有烹饪的兴趣 也有自驾的社群 区域社群是 譬如未来 新车发布会 可以在武汉 可以在成都 征集很多 愿意贡献的志愿者 成为一种 区域型的社群 行业社群里面 就有会计师 有律师 所以说呢 当未来的车主 碰到法律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在行业社群里面 得到解答 第二个部分 就是未来发起的组织 像未来比较高端的EP Club 就是未来跟用户 共创参与的组织 这里面就包括了 车主志愿团 里面有用户顾问团 用户的领航团 甚至是有一批 做未来用户信托 那么这里面 就可以看得到 不同的社群 它都可以在社区当中留存 三种社区里面 会留存各式各样 不同的社群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工作流 服务流 在第二层当中 这叫做业务的系统 朋友们看 最后一层 叫交易系统 也是D2C真正的灵魂 就是交易促成的灵魂 一 它有一个双积分制度 双积分的第一个部分 是什么呢 是积分体系 哪一些行为跟场景 可以帮助我们得到积分 包括了你参与分享 推荐信息 你参加活动 邀请朋友参加活动 社区的交流 都可以过去积分 那怎么用呢 于是他有各种 兑换奖品跟服务的 有一批人群 他可能还是比较在乎奖励 这些人 他因为积分的激励 他们扩大了在社群的活跃度 扩大了用户的推荐 他们同时 留存了用户的关系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未来职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 获取的方式也差不多 包括说社区的互动 帮助公司提升效率 帮助我们的社区发展 或者是你有特殊的贡献 怎么用呢 这里面就有意思了 它很多是跟权力的配置有关系 譬如说在社区里面 你可以有职务的选举 你有重要的活动的优先表决权 或参与权 甚至呢 最高的EP club 你未来职多了以后 你可以有 比别人有更高的入会资格 那这些就是激励 就是针对那些 可能对积分奖励 不那么在乎 但是它更重视荣誉的 这些会员们 未来职 它的使用机制 它同样促进了社区的活跃 我相信我们讲到这边 已经非常通透的说明了一点 就是三层框架的第一层 它是业务定位 未来它是一个用户企业 第二层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流 服务流 第三层 是不是我们通过积分有利益流 让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聚人城市 所以生意蓝图就是商业模式图 生意的密码 3169 我们用泡泡马特的例子来说 泡泡马特的三层解构图 第一 它的业务定位 它是潮丸的业务定位 二 它有业务系统 三 交易系统 一 我们要把熊掌图 放到二层跟三层当中 所以朋友们会知道一点 泡泡马特的前台 它是有营销业务环的 它需要推广 它需要找各式各样的达人合作 泡泡马特的前端 它是有销售业务环的 它有各式各样的渠道 泡泡马特的后面 我们讲六的第一个部分是技术业务环 它是需要研发它的公宅 从原物料到集成 到生产 一直到它的仓储物流 这个是供应链业务环 公司经过几轮融资 它是有资本跟金融业务环 最后它可能也要跟政府打交道 因为这个政府可能会给文化创意产业 设定一些基本的方向 所以大家一看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把一个熊掌图放在 这三层框架的第二层跟第三层的时候 在第二层当中 每一个支撑业务环里面 会有它的工作流 在第三层当中 每一个支撑业务环里面 会有它的利流 那么最后 这九个经营的结构要素里面 泡泡马特的业务定位 是它的目标客群 跟它的性感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 是一种公仔 对于喜欢潮玩的人的一种对应关系 它的变现内容 其实还蛮多的 不只是盲盒这一种变现内容 也不只是公仔这一种内容 它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之上 它将来的变现内容 甚至也可以衍生成为动漫 或者漫画书 就是可以想象的 可变现的内容的形式 其实还是蛮多的 那么接下来 它的业态当中 我们先不讲服务业态 我们先讲销售的业态里面 在商场里 它是有智能贩卖机的 去贩卖它的盲盒的 它在商场当中 是不是有第二种业态 专卖店业态 它同时也在很多的集合店当中 用集合店的业态 所以它是一个多业态 操作的一个公司 再来它的角色 最重要的角色会是谁 泡泡马特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 拉布布这样子的一个IP 它的合作方就是龙嘉森老师 他们是艺术家 所以你要跟很多 外部的艺术家合作 这是角色的问题 那么业务结构呢 是不是它要在前端 去发现说什么样的IP 是用户最喜欢的 它的数据能够传输到后端来 决定它生产的数量 这也是我们所谓的业务结构里面 通过信息流的方式 让它的业务结构更有效率 我们再讲接下来 它的主体量级这个部分 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请一个平庸的艺术家 做出来的IP 对大部分喜欢潮玩的人而言 它不是很有戳心的效果 你一定要请有名的艺术家 来跟你共同创作 我们再来说交易结构 泡泡马特 从市场上赚了100块钱 是多少分给渠道 多少分给艺术家 多少分给他的 这个制造合作伙伴 我们必须要说 每一种行业 它的分配效率可能是不一样的 分配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很多泡泡马特 它的工厂都是外协的工厂 有些在东莞 有些散布在其他的 湖南的城市当中 如果我们每一次去找他们 都不在意说 他们的盈利方式 他们是不是赚到钱 那么等着潮玩这个行业 非常蓬勃的时候 说不定很多重要的工厂 他就不愿意跟泡泡马特合作了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核心经营者 你总是要站在 所有的合作方的角度去思考 他怎么盈利 他的盈利方式是什么 他的盈利合不合理 这就是我们想讲的 单一业务商业模式的 终极表达范是3169 当学会了我们的3169 这样子的生意密码之后 你可以用这个密码去看各式各样的企业 分析你自己的企业 讲清你自己的商业模式 甚至是开始对比竞争者的商业模式 最后提升自己的商业模式 接下来我们要说商业模式 它究竟有哪些用 一它帮助我们发现新的商机 新的业务定位 举个例子而言 很多朋友过去都上微博 所有的品牌方要在微博上面做广告 都跑不掉要跟天下秀这样一家公司打交道 所以他过去他的业务很简单 他就是协助微博去卖广告 这就是他的业务定位 可是当红人经济开始起来的时候 他迅速地找到了新的业务定位 新的价值地带 他跟很多的内容创作者合作 他成立了NCN公司 让这些红人或者是让这些素人 能够帮很多的品牌商去带货 去代言去发帖子 成为一种新的生意 这就是我们讲的商业模式 究竟有哪些用 第一他发现新的商机 而且不断在发现推陈出新的新商机 再来变现的内容 同样的一批关键资源跟关键能力 你可以组织出很多不同的变现内容来 我举个例子而言 乳酸菌饮料 就是把乳酸菌 把它放在一个厅里面 打气进去喝起来很好 这是一种变现内容 我可以不这么卖的 我可以卖浓缩液给你 你自己回去逗的水跟苏打水 所以我的变现内容是浓缩液 相似的关键资源能力 它的变现内容可以不一样 最后放大出来的商业价值是不一样的 再来讲液态创新 朋友们都吃过日料 日料的餐厅最普通的 就是他给你一个菜谱 你在上面点 这叫阿拉卡的液态 后来日本人是不是发明了旋转寿司液态 吃的东西差不多的 但是液态是不一样的 后来是不是还发现有些日料是吃到饱的液态 就是我们讲的自助餐液态 所以一模一样的需求 满足需求的方式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 这就是所谓的液态 所以有效的分工 大家一听就理解的 譬如说阿里系 它的物流 基本上都是跟外部的合作方 社会车辆合作 阿里系是个平台 它能够把很多信息聚合在里面 让大家一起来平台上协作 但是京东呢 京东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自建物流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发现 这两家公司 它的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说加入新角色 两年前一个同学来问我 他是做线下的美食综合体 因为疫情 他想要融资 他拿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六层楼的一个楼 他把它变成了一个美食综合体 他可以放200家连锁餐饮品牌进来 包括西北海底捞 台二点点点这些公司 他当时资金链 出了问题 就过不了这一关 美食综合体是个二房东生意 它是没有自有资产的 你直接找银行融资 银行不愿意借钱给你 因为你没有资产抵养 那这一关怎么过 事实上你加一个角色 加一个业务活动 这件事情就可以过的 它就是商业模式的设计 事实上他引进的这些餐饮品牌 都是加盟商 可是朋友们你可以理解一点 这些知名的品牌 它本身是有流量的 所以一个加盟商 哪怕是一个中小企业 他在银行当中 他是可以拿到100万额度的借款 我就告诉他 那你很简单 你去找35个这样子的连锁品牌 让他们每一家去银行借100万 原来的这个主体的角色 他只是一个进驻的品牌 他现在的角色 是不是让他变成了这个借钱方 多加了他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 再让这35家 每一家借来了以后 让他们先预缴一年的租金 给他们8%的租金折扣 本质是不是就是给了他们8%的年利率 所以多加了这个新角色 让他们变成一个资金提供方 多加了一个业务活动 让他们去这个银行借钱 是不是这一关就能够轻松的过去了 这就是商业模式的生成的力量 我们在讲改变业务结构当中的工作流 业务活动跟角色的拆分 在这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当中 我们宣传的业务结构的工作流变化了没有 有巨大的变化 以前我们找央视跟各地的卫视合作 我们把材料提供给他 他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自控权 他能够因为家家户户过去 都是要看电视的 可是一旦到了移动互联网 眼球碎片化 因为出现了非常多的内容平台 不只是抖音快手 B站小红书或者是微博微信 是不是我们要在 各个不同的平台上面去推信息 那我们的工作流就开始改变了 我们原来一组人对央视 是不是一组人拆成了七八组人 他要对不同的自媒体跟新媒体 去跟他们合作 这就是我们讲的业务的结构的改变 再来什么叫做为角色配置主体 这一句话它是很难理解的 我问各位一件事 一个角色可不可以配置三个主体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如果是苹果电脑 我要做iPhone 我要找总装厂 这是一个角色 我可不可以配置富士康 利讯加上其他知名的集成商 对一家企业来讲 这叫什么 这叫合理的 这个做好供应商策略 过去有三个主体 因为它不一定有效率 我们把它集中变成一个主体 甚至过去是让人家来代工 现在收回给自己公司自营的主体 来做这件事情 这都是为角色配置主体 我再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OPPO手机 你要进印度市场 你是需要代工厂的 当你为它配置主体的时候 你是为它配置中国的代工厂 还是你是在印度找一个当地的企业 做一个合资 用这个合资企业去做这个代工 很多的国家都有这个规定的 产品出口跟进口到一个国家去的时候 有的国家是有配额的 所以你为角色配置主体当中 尤其是跨国的生意里 配置在哪个国家 对你的资源的效率的配置 它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我们再讲交易方式跟交易的结构 我们用海底捞的例子 你看西方的麦当劳 肯德基或者是星巴克 他在世界上开了这么多家 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他有非常完善的操作手册 你是店员 你是店长 你进来之后 我把操作手册给你 我让你去做培训 你就规规矩矩 按照我们的SOP标准流程去进行 这就是我们把一个终端 看成一个终端 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当中 海底捞愿意把终端 看成一个细胞 一个细胞会裂变 所以他就跑去跟所有的店长讲 你愿不愿意带徒弟 没有设计商业模式的时候 没有交易方式跟结构 店长是不愿意带徒弟的 因为徒弟出师就饿死师傅了 可是当你告诉店长说 如果你能够努力的 第一照顾好自己的店 第二个把徒弟拉拔出来 让他选一个地方 将来这个徒弟的店 你辅导的也一直盈利 你可以分享他那个店 利润的百分之多少 各位 那师傅是不是 他的能动性就出现了 同时在他心灵深处里面 公平性也出现了 我们最后讲一个东西 叫商业共生体的主要参与者 每一个人的盈利模式 我就举一个例子 你今天去逛商场 一个好一点的商场 是不是最好能够让他的粉丝 跟他的用户 一站是什么都买得上 在这个商场当中 越高端的商场里 大概都有个插鞋铺 也有一个修理钥匙的铺 你觉得这样子的店 在商场里面好不好存活 我很直白讲 它的客流的基数没那么大 如果它刚好开在 很知名的品牌的旁边 你是不是要跟他收取一样的电珠呢 答案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收取一样这么高的电珠 那他很快地存活不下去 他走了 你这个商场就变成 他不是个一站式的商场 所以你要站在每一个 引力者的角度 去维护他 使得这个共生体 大家都能够在这个上面 共同地为客户创造价值 当一个商业共生体的核心经营者 有的时候他是要吃很多亏的 很多亏是你看不见的 他为了要维系这个商业共生体 长久的繁荣跟长久的运营 他对于不同的合作方之间 他要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 让他得到一定的引力 大家才能够共存 感谢观看